第十三集 哦 程伟打了一个宝格 突然沉下脸来 秦鸿同志 听说你这个同志对县里的领导 有些不满意 前天还在办公室里骂领导了 有这么回事吗 年轻人 做事说话要思前小后 不能凭着一腔热血目无领导 不顾全县经济建设的大局 不知道你这个同志 是怎么当上副镇长的 程磊的酒精上来 越说越啰嗦 越说越难听 再说下去 就只怕林锦宏 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林锦宏脸上的笑容渐渐隐去 看着程磊那醉眼熏熏的样子 越来越讨厌 但是他还是强忍着怒意笑道 程局长 你醉了 先回去休息吧 醉 谁说我醉了 林锦宏 不要以为你在上头有人替你撑腰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服从领导的安排 我们给你穿小鞋 是件切而易举的事情 林锦宏脸色铁青 手指捏得爆响 算 跟一个罪鬼计较什么 把他的话当做放屁就行了 草你妈的 这都算什么事情啊 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 林锦宏在心里骂了一通 心情舒爽了许多 现在程磊就算是骂得再多 骂得再毒 他也就当成程磊是放屁了 他的忍耐功夫 在这一刻成长了不少 办公室门口站了一堆人 有人幸灾乐祸 有人事不关己 也有人愤怒 你们在干什么 不用做事啊 马维从办公室出来 看着眼前围着这么多人 皱眉喝倒 众人散去 马维听到林锦宏办公室里 成磊的醉骂声 脸色阴沉的滴水 林锦宏拉开办公室的门 见副县长 马书记 以及肖镇长都在 愣了一下 善善的一笑 这 这个城区长喝醉了 我找几个人 把他送去休息吧 副县长挥挥手 示意已经知道 进了办公室 见成磊正躺在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 累得骂着 马书记和肖镇长 两个人也跟了进来 见他躺在地上 顿时吃了一惊 狐疑地看了林锦宏一眼 视线重新回到成磊身上 见他身上并没有伤痕 方才松了一口气 显然他们害怕林锦宏 忍不住动手打成磊 那样乐子可就大了 众人将城局长扶上车 车子离开了党政大院 前往三溪大酒店休息 马书记的办公室 林锦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向马书记和肖镇长 汇报了一遍 马书记站起来 来来回回夺了两步 叹了一口气道 这事儿倒也怪不得你 幸好你刚才的表现很好 没有做出有失得体的事来 好了你去忙吧 哎等等 你什么时候买的手机啊 要不是早上看到你用了 还不知道你都买了手机呢 你这小子瞒得可真紧呢 给我们两个留个电话 有事找你也方便一点 林锦宏边写了两个号码 边将市里买手机的事情 说了一遍 马书记肖镇长 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宝贝 有必要天天拿在手上悬要 低调一点好 你这还叫低调啊 都是今年刚出的最新款式了 三千块钱 得花几个月的工资啊 马为笑骂道 林锦宏从书记办公室里出来 正好碰到陈燃 他也要了一个手机号码 下午下班之后 林锦宏又回了家 他发现过去几个月的回家次数 还不如这个星期的回家次数多呢 院门口已不再像中午那样 围着一大堆人了 那辆耀眼的红色法拉利 没有停在院门口 院门的门槛已经卸掉 想必是开进了院子里了吧 林锦宏推开门 见车子果然停在院中 上面盖了一条塑料毯 林锦宏微微有些发愣 沈元搞什么鬼 不会准备在这长住下去吧 你回来了 沈元从客厅出来笑道 林锦宏再次一愣 打量着沈元 他总觉得 现在的沈元和中午的时候不一样 说话的语气不一样 就好像一个小妻子 在家门口迎接远出而归的丈夫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林锦宏 微微点了点头笑道 我爷爷奶奶呢 他们出去买菜了 你妈妈也回来了 哦 林锦宏恍然 都差点弄糊涂了 明天又是周末了 两个人进了客厅 沈元竟然倒了一杯茶 放在他的面前 他倒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了 两个人坐下来之后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锦宏的视线 在沈元焦好的脸上扫来扫去 两个人的视线 几次在空中碰撞 沈元突然扑斥一笑 怎么 就半天时间就不认识了 你确实变化挺大的 差点认不出来了 你有女朋友了 林锦宏老实地点头 他住隔壁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现在上烟大 你爷爷都告诉我了 沈元脸色有些黯然 不一会儿又笑了 你笑什么 不告诉你 你爷爷让我帮你升官哦 该怎么感谢我呢 沈元和林锦宏的爷爷 很聊得来 两个人几乎在书房里 不停地聊了一个下午 沈元觉得 爷爷懂得很多 无论是经济 政治 还是为人处事 官场之道 他完全不像是一个 县财政局退休的局长 更像是国家要远 沈元问过他 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呢 他只是摇头一笑 并没有说明原因 后来两个人说着说着 就谈到了林锦宏的身上 谈着谈着 沈元莫名其妙地 答应了他的要求 帮林锦宏升官 两个人从书房里出来之后 沈元觉得林锦宏的爷爷 像是一头老狐狸 不 是千年狐妖 凭自己这样 在商界纵横的女强人 也时时地中套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吃过晚饭 两个人到了林锦宏的房间 他房间摆设很简单 一部彩色的十七寸电视 还有一张书桌 此外就是书架了 两个摆满了书的书架 沈元看了一下 有些晕 书架上的书太杂了 五花八门的都有 中外历史 地理 经济学 名人传记 甚至还有 茅山福传之术 当然小说也不少 金瓶梅都有 书桌上 还有一本 人体艺术研究 正翻开着 一幅完美的动体 展现在沈元的面前 他的脸色一红 林锦宏忙尴尬地 上前将书盒上 放到抽屉里 怪不得你妈妈说 你的房间 只有你自己有钥匙 别人都进不来 看来是怕 这些东西曝光吧 沈元调侃道 青少年嘛 总有自己的秘密了 再说 没有研究对象 只好研究书了 林锦宏话一出口 便先脸红了 他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 说出这些话来 配上他那贼溜溜的眼神 活生生的 就是在调戏沈元了 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 孤男寡女同处一世的 总要发生点什么 才妥当吧 沈元一愣 他也没有想到林锦宏会说这样的话 更加上他那肆无忌惮的眼神 他是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耳根发热 卧室里的温度在升高 两个人都感觉有些燥热 林锦宏忙打开窗户 十一月的风吹来 已经有些刺骨 感觉好了许多 沈元岔开话题 指着书架上的书本问道 这些书你都看过吗 都看过一点 不过不求甚解 没什么用的 林锦宏从小就喜欢看书 而且看得很杂 因此他的见识 比普通人要高明不少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出高中的成绩 一直不怎么好 只考了一个二流的本科院校 进了大学之后 大学图书馆 更是成了他待的时间 最多的地方 他大学的四分之一时间 基本上是待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唯一的一张椅子 被林锦宏占去了 沈元只好在床上坐下 坐下前 还丢了一个卫生盐给他 怪他一点都不懂得牵上 你对自己今后的路 有什么规划吗 这个能有什么规划呀 这个可不是自己规划的来的 林锦宏笑笑 有的人刚走上试图 为自己做了一份完美的规划 什么三年内生症科 五年内伤症处 但是他也许 做了一辈子 还踏踏实实地做他的妇科呢 这条路怎么走 真的不好说 对于我来说吧 能混的这一步就已经不错了 人家干一辈子 也未必能坐到我这个位置呢 沈元听了直翻白眼 还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家伙 明明他自己有这么多的优势 偏偏说他 好像是个穷光大案似的 好了 你先听听你爷爷的计划吧 因为山口村招商隐私成功 你有望在两年内成为常务副镇长 在两年之后 山口村造纸厂早已完成 凭借造纸厂 山口村经济自然会大幅度地提高 这就是政绩 政绩出来了 马书记和肖镇长 自可借风上前一步 这镇长之缺就会空出来 常务副镇长 接任镇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 也有可能上面降下一名镇长 这就要靠你爷爷等人的手段了 不过争一个镇长 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镇长到手 就要靠政绩说话 这得靠某人了 从镇长到副县长 或许是县里直属单位的一把手 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 也可以从镇长到书记 再到县尾常委 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样的 都只有一步距离 好了 也就是五年之后 你争取进入县尾常委 你爷爷只为你磨到这里 后面的路啊 要靠你自己 以及另一个人了 长远目标 以后再说 说了这么多 再看看你的条件 以你爷爷 现财政局一把手的资历 他影响力已经减弱 能扶你上副镇长之位 已经有些勉强了 要不是市里的吴书记 是你爸的同学 这次你的副镇长 就要落入罗飞手中了 从副镇长到镇长 再到县里 一得靠你爸那位老同学 这得看吴书记 和你爸的关系 到底到什么地步了 二来 得靠我这个朋友了 我稍微投资几笔 你的政绩就出来了 其实呢 你还有一笔 最大的资源还没有用到 你爷爷说了 你没到县尾常委这一级 别想用到这资源 在进入县常委之前 除了我之外 别人会帮你 但是一切 还得靠你自己的智慧和手段 你其实啊 应该多和你爷爷聊聊 他的政治智慧 不比一般的省里领导弱 他的全局官 也完全不像是一个 县财政局的一把手 我都不知道 他这些是怎么来的 你真的相信我能进县委常委 林锦宏有些不以为然 说这些不过是指上谈兵而已 沈元摇头 不是我相信 而是你自己要相信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 九点钟左右 沈元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 两个人今晚并没有发生些什么 周末不用去镇上上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 林锦宏便醒了 他回到家里 总会在这个时间醒来 习惯成自然 十二年的习惯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他洗漱过后 轻轻推了一下沈元房间的门 咦 竟然没锁门 这家伙也太大条了吧 他推门进去 将沈元从被窝里拖出来 沈元睡眼惺忪地看着林锦宏 嘟囔道 你干什么 现在才几点呢 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啊 你这个死变态 色狼 林锦宏目瞪口呆地看着沈元 猛然转过头去 你 你还不出去 沈元坐回被窝里 用被子掩好身体 像傻乎乎站着的林锦宏叫道 哦 林锦宏见看不到庙处 略有些失望 忙跑出了他的卧室 没多长时间 沈元衣裳整齐地从里面出来 脸上的红韵还没有退进 妩媚地白了他一眼 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冒冒实实的家伙 连女人的卧室也敢闯进来 林锦宏略显几分委屈地道 谁让你睡觉不锁门呢 沈元跺了一下脚 娇称道 你还说 举起粉拳就要往林锦宏身上招呼 为林锦宏一闪而过 快去洗脸 洗完之后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到底什么地方这么神神叨叨的 沈元嘟囔着去洗脸刷牙了 林锦宏下了楼 在院子里等了十来分钟 沈元才姗姗而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院子 二楼窗前 爷爷看着林锦宏两个人的身影 长叹了一声 老头子 你叹什么气呀 沈小姐不是很好吗 就怕我们家景宏配不上她呀 你知道什么 爷爷摇摇头回到床前坐下 景宏已经有隔壁家的小姨了 希望她有自知之明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找哪门子急呀 整天替她规划这个 算计那个的 说不定景宏厉害 将他们两个女孩子都娶了呢 多几个孙子抱抱岂不更好 我们林家几代单传了 也该多找几个 替林家开枝散叶了 这倒也是啊 爷爷脸上绽放了慈祥的笑容 突然他沉下脸来 胡说八道 这是犯法 知道不 哇 这里就是你爷爷说的飞熊山顶吗 挺好玩的 沈元展开双手捂了一圈叫道 是啊 这里就是飞熊山顶了 除了高中和大学之外 十二年来每天的早晨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林景宏笑道 沈元背着手 看着他悠悠地道 你带我上这儿来 是不是想把我当你丫头的替代品呢 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咯 林景宏脱去外套 扔给沈元 他翘着嘴伸手接过 林景宏拉开架驶 开始扎马步 见沈元好久也没有出声 问道 怎么不说话 生气了 刚才是开玩笑的 丫头是丫头 你是你 这还差不多 你的功夫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吗 沈元颇感好奇 于是他也脱去外套 将两件衣服 折叠得整整齐齐地 放在一边的大石上 他也开始扎马步 他从小也练过一番拳脚 伸手还算不错 寻常的三五个人 也进不得他身 基本功还算不错 只不过和林景宏相比 这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的 没多长时间 他便双腿直摇晃 开始咬牙死撑了 又过了一会儿 终于熬不过 一屁股坐在地上 林景宏见状 忙跑到他身边 伸手拉他起来 问他有没有事 沈元摇了一下头 好了 你先在一边看着 我打一套抬极拳 林景宏等沈元 跑到一边后 拉开架势 放手打紧的 周老头教的太极拳 为了一球 酣畅林里打拳 他干脆用意倒进 丹田的那股热流 随着他的意识 向四肢百害流去 在体内构成了一个 周天循环 起手是左脚开步 两臂前举 屈膝按掌 然后抱球收脚 转体外部 公布分手 周围风声剑击 声势临染 林景宏一动一径见 带起一片风势相随 周身无风自动 一鼓鼓的风 随着他的拳脚 上下鼓动相鹤 空中 枯枝败叶 在他全势的引导下 从地上飞起旋转 在林景宏的动作间隙中 旋转缭绕 风越来越紧 他身边的枯枝败叶 也越来越转越急 林景宏突然轻贺一声 双臂向外一滑 那旋转中的枯枝败叶 随着他的手势 分散成无数的碎片 向天空抛洒而去 林景宏收拢动作 凝神而立 只留下了空中 飘飘洒洒的枯枝败叶